Hello 大家好 我是BuilderHK的編輯阿刺 我之前在一些耳機的forum看到一些post 在討論一個全面屏的手機 我當時還在想 難道最近又有新的靚聲手機推出 後來才發現原來他們在討論的是我手上的這一部 Ibazzo最新推出的旗艦DAP-DX300 開始的時候我還有少少擔心 這麼細部DAP的表現可以去到怎樣 後來開箱才發現其實也蠻大部的 大家可以比較一下 它跟之前推出的蠻巨型的DX20 Max相比 還要再長一點 厚度薄薄一點 也算是蠻大部的 有些朋友可能希望機身可以再細一點和輕巧 但其實高階DAP基本上很難做到這樣的設計 機身要有足夠的空間才能放到一些比較高級的用料 例如高階DAC晶片 電源、OPM等等 所以看到DX300這麼大部 我自己反而是放心一些的 規格方面它就用了四顆CS43198的晶片 所以用全平衡的解碼電腦設計 有自己研發的FPGA Master技術 用了Quadcom Snapdragon 660的處理器 有6GB RAM和128GB的Room 還有支援MQA解碼等等 還有可以插MicroSD卡 機身有一個6.5吋的螢幕 2340x1080的全高清全面屏的屏幕 加上第五代的MangoOS和Android 9.0系統 實際上用起來我覺得蠻流暢 算得上是我其中一部用過速控最舒服 最順暢的DAP Android 9.0系統基本上大部份的App 都可以安裝到和更新 亦都可以安裝到Google Play 下載Tidal、Move、Spotify等等的音樂串流服務 都沒有問題 如果想音質再好一點 可以長按音量鍵 就切換到MangoOS的純音樂播放系統 下拉這個選單可以做一些快速的基本設定 包括增益、數碼、濾波 雖然大屏幕用起來挺爽的 不過要留意 播音樂的時候最好是盡量鎖上螢幕 就可以更加省電一些 DX-300的電量就視乎你使用的情況 例如音量、插耳機、端子等等 大約用到十多二十小時左右 支援QC3.0、PD2.0的雙快充協定 兩個多小時就大概可以充滿電 內部採用了專利的雙電池架構 數碼的部份和衣方的部份 各自採用了獨立的電池供電 我自己試過不少的DAP 發現這種設計對音質的提升是幫助很大的 它的聲音會更加乾淨一些 背景就更加寧靜一些 之前DX-220 Max已經採用這種設計 不過它兩邊的供電就要獨立充電 就比較麻煩一些 DX-300就可以直接用USB-C 同時幫兩邊充電 就方便很多 另外DX-300也是用了可換耳放卡的設計 跟機的M11耳放部份 就已經提供了2.5mm 4.4mm平衡和3.5mm非平衡的輸出 基本上主流的耳機插頭都算有齊 音色來說它挺乾淨油順的 能量感都挺強 人聲的風格就挺勢力溫潤 稍稍貼臉少少 厚度就挺適中的 跟我自己很喜歡的DX-220 Max相比 它的音色有相似的地方 不過DX-220 Max的音場再闊少少 聲音的密度也再高一點 DX-300相比就偏中性一點 分析力也很不錯 高頻就偏甜美明亮一點 樂器的質感也呈現得不錯 低頻的動態勁得來 又不會有出盡死力的感覺 聲音控制力表現算是不錯 好,我們這條影片就到這裡 喜歡這條影片的朋友 記得留言、讚、訂閱和分享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題外話,6.5吋的螢幕 用來看影片其實真的挺好的 手機有這麼漂亮的螢幕 但沒有這麼好的聲音 普通DAP的音效雖然比較好 但畫面又沒有這麼漂亮 我自己也安裝了VRC Player 用它來看了不少的影片和演唱會 不過可惜用來看一些串流的影片 會有些聲音的延遲 而且它不支持Netflix 無論如何都安裝不了 或者安裝不了都開不了 如果知道怎樣安裝Netflix的朋友 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再見